24.扫房子 扫尘是春节文化的一部分 在中国大部分地方 从每年农历腊月23期至除夕址 都是扫尘日 人们要把屋子打扫干净 迎接除夕的到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少人因为工作忙碌或经济实力提升 选择雇佣家政人员进行打扫 春节前的家政市场也随之火爆起来 52岁的朱小兰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十余年 春节前夕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 雇主对他们的要求也比平时要高 鸡脚干了就搞得厕置干净 就比平时要求要高一点 上班的平时不是扎堆的 他也是顾及了 都是快顾你了都扎堆的脚 鸾浩然是一名80后互联网从业者 平日工作较忙 除夕之前约个家政小事工来打扫 是他的最佳选择 家政的话可能他比较专业吧 然后打扫就会干净一些 然后比如说一些死角还有玻璃什么的 然后自己弄不了 可能家政过来的话可以帮忙弄一下 除了传统的清洁服务 一些家政公司还有理发 养老护理 康复等上门服务 某家政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2019年元旦开始 各类家政服务单的数量就呈现较大增长 保洁服务费的价格也增长了10% 即便如此家政市场依旧火爆 春节期间更是公布应求 根据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 1月28日至30日 共27608名经10名认证的家政服务人员 留经保供 订单量约为28.2万单 初一到初五吧 是 那个就是一般就我们都自己解决了这个卫生问题 那么初五到十五之间 那么也有十几天时间 那还是有一些困扰 其实过年的时候家政还比较难约 比如说如果说我今天去约 过年初一到初七的可能就约不到了 一般都要提前一个月半个月左右才能约得到 平均呢我们现在这个电话量呢 就是从元单开始 每天呢基本上我们这边订单量在1000多单 现在客户群体呢 现在是偏90后 80后90后偏多 所以他们对这个服务的这个品质 服务质量 包括服务流程这个专业性要求还是比较严格 现在是就是比较高峰的时候 一般排是提前一周 提前一周 这个单才能排得下去 无论是亲自打扫 还是请家政人员上门打扫 扫尘都在向人们传递着过年忙碌气氛的信号